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均态小学堂 那今天是我们生肢系列的第二堂课 那在这堂课呢 我首先会先跟大家分享 在我们做Metagenomics的分析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16S 那一种是Shogun的Metagenomics 那这两种方法的差异 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然后以及分析这两种实验 有什么样的分析方法 那这就是他们的差异